我講一個實際的一個病人 有一個26歲的某超商連鎖店的店長 他們因為他做 坦白講大概也是表現很好 所以他常常要cover好幾家店你知道嗎 他有時候新開店他也要去幫忙 所以生活壓力很大 生活壓力很大 然後26歲就他們連鎖店的體檢 發現他糖尿病 糖尿病 才26歲就糖尿病 對 就糖尿病 然後就一下就開始四個月給他吃 那他吃這個要吃了一年半 一年半之後 他有一次從超商下班出來 走到外面的時候 突然一陣冷汗 全身無力 他有上過胃炸 他知道這是低血糖 所以他就坐在路邊的那個花台上 拿那個糖果吃一下 半個鐘頭緩過來之後 他又不管他繼續上班 可是後來在兩個月之內發生三次這件事情 他就不安了 所以他就回去看醫生 因為他都三個月拿一次藥 他那麼忙他也不喜歡看醫生 所以三個月拿一次藥 他跟醫生講說 醫生我這個是不是可以減藥 你看我一直低血糖 低血糖很危險 因為你知道他低血糖的過程中 嚴重的時候你會變成植物人 那不嚴重他也會因為血糖過低 造成心臟血管的突然漸進的壓力 造成吸激梗塞風險增加等等等等的問題 所以他這個要求是合理的嘛 是 就那個醫生看一下他 嗯 那同樣血激素還7.6 你有什麼資格降血糖 你有什麼資格降血糖 可是他就低血糖 對 那病人就說 對啊可是你說我沒有資格降藥 可是我加低血糖怎麼辦 你不會吃多一點 反而跟他說你吃多一點 少量多餐嗎 多吃一點 沒有他就要多吃一點 比較飽就比較不會低血糖嘛 那你要知道多吃就會刺激胰島素嘛 對 所以這樣典型的治療方法就是 只在乎素質 不在乎胰島素阻抗 那所有的治療都會增加阻抗 他這個治療方法就會增加阻抗 反而讓他的這個糖尿病可能會更嚴重 你看看他26歲吃4種藥 我跟你講他如果不處理 5年之內他就打針了 因為你就沒有藥可以用了嘛 因為阻抗高到一個神度 所有苦服藥就沒效了 對 那你非得要注射啊 好 這個病人到我手上 我大概每三個禮拜停掉他一種藥 循序漸進降低 對 所以我他四種藥 我三個月把它停光 到現在多久了 到現在快三年了 然後他都處在沒有用藥的階段 很正常的一個狀態 不過這樣大家就會很好奇 就是如果糖尿病他可以不要用藥 我們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把它逆轉呢 好 問題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能控制阻抗 你就能逆轉糖尿病 是 那怎麼控制阻抗 也沒有你想的都那麼難 第一個當然就是借斷單糖 我不准他吃蛋糖 可是我鼓勵他吃水果 所以他也不是甜的都吃不到 他也可以吃蜂蜜 因為蜂蜜也不會增加糖 那譬如果糖 這糖 葡萄糖 這個雙糖 丹糖 都是金字糖 這都要借斷 所以他當然就沒辦法吃什麼可樂 手搖飲 手搖飲 這個蛋糕 糖果 巧克力 他都沒辦法吃 那當然巧克力到90%以上會降血糖 所以是被允許的 現在有點甜味 我也允許他吃 然後我給他鎂離子 維生素D等等的 在某一個劑量之下 我就把他的 這個胰島素主抗降到很低 回到腸癌病之前的狀態 那當我們發生胰島素主抗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有哪些危害嗎 胰島素主抗的問題就是多的 你會看到什麼 首先你會看到病人 脖子好像沒有辦法洗乾淨 像鮮黑黑的這樣 這叫黑色脊皮症 緊接著他的腰圍 會比體重增加得更快 所謂的中廣 最後這些病人還有一個早期 在他即使還沒有腸癌病的階段 他會常常容易低血糖的時候 餓到全身發抖 就是餓的時候會發抖 餓的時候就會發抖 因為他主抗很高 主抗很高 他自己剩下來 他肚子餓的時候 他本身的這個糖 來第一個 他產生葡萄糖的腺症有問題 所以他沒辦法產生腺症的部分 來降低下來 所以他會造成餓到全身發抖的問題 是 所以我們大家也可以自我檢查一下 當你自己身上發現有一些 像黑黑的那種腺 洗不掉的時候 然後或是 我的肚子莫名其妙 越來越大的時候 再來是我低血糖的時候 這個發生頻率越來越高 然後發生的時候會全身發抖 很有可能我們就是 胰島素阻抗 對 那胰島素阻抗呢 其實會帶來很多的這個危害喔 它這癌症會這樣講 對 那你所不知道的 退化性關節炎也跟主抗有關係 可是退化性關節是因為他的身材 通常比較重廣 體重比較重 所以造成關節負擔嗎 不 如果你只是一個比較重的人 像運動選手 像舉重選手 他體重很重 對 很肌肉 對不對 他的關節從來不會怎麼樣 所以你不能用體重重來解釋 退化性關節炎 那當然 胰島素阻抗很出名的女生一個病 叫多囊性軟巢 那病人可能會有月經的問題 他也不會生育 那他通常 阻抗到一定時間 他的血壓就慢慢高起來了 因為胰島素阻抗會增加 血管張力素的分泌 增加腎素的分泌 增加腎上腺素的分泌 增加腎上腺素的分泌 這個都會推高血壓 那當然胰島素阻抗如果造成乾硬化太久了 大概有5%左右的人 3%至5%的人 慢慢會走出乾硬化 那甚至於很多人 很早就開始出現打呼 呼吸睡眠中止傷會血 如果我有胰島素阻抗的話 它本身是不是會影響 我們糖尿病的這個治癒 當然啦 因為只要你要有阻抗的話 你的血糖就會越來越難控制 那血糖越來越難控制的時候 你被逼的 你就會想說 那我說要加藥 那可是臨場上 你會看到病人長什麼樣子 就是第一個中廣 對不對 一阻抗越高 肚子越大 那Skin Tech 就是你的 濃郁最常見的是脖子 看到那個長得細肉出來 多的細肉這樣 多一塊醉肉出來 多一塊醉肉出來 這個也是阻抗的一種表現 然後有些人甚至會長很多的痘痘 然後呢 它頭髮會變少 然後呢 黑色素沉澱 我們講過 黑色脊皮症 對不對 然後它很容易感染 因為主抗高的人 它的抵抗力就已經開始下降了 它不見得要等到糖尿病 那醫生 我們到底要如何來降低 我們的胰島素主抗呢 第一個 大概所有人都知道說 飯後的運動很有幫忙 我常常鼓勵我的病人說 我說你飯後 不能馬上去看電視洗碗 你要先給我出去 走30分鐘再回來 看完就要趕快去走了 吃完馬上就要出去 可是媽媽都會說這樣不消化耶 對 可是這個研究裡面跟你講說 這個時候走的運動的CP值是最高的 同樣30分鐘 它用來降低飯肉血糖 降低主抗 它的效果遠比其他的運動的時間更好用 那時間上只要抓30分鐘就好 30分鐘其實我就很滿足了 因為30分鐘就可以達到 很明顯的降低主抗的效果 那需要快走嗎 好 怎麼樣走路可以消耗到比較多熱量 日本人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不是一路快走 你會說我走得滿身大汗 對 因為你屍體會適應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你消耗熱量有限的 怎麼走最好是忽快忽慢 反而他身體抓不到那個節奏 對 你要讓身體不能適應 讓它忽快忽慢 你突然走很快 走一走累了 就慢下來走 慢下來 喘兩下講話講完了 又沒問題 啪 又開始走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消耗到最多能量 那這個也是對主抗一個最好的攻擊 是 所以吃完飯真的要馬上起來動一動 而且記得要忽快忽慢 讓身體抓不到那個節奏 那飲食上我們有什麼策略要調整的嗎 好 飲食上第一個問題 像我的病人我會分階段處理這些事情 第一個階段做低碳 低碳就是把單糖雙糖戒掉之外 對 碳水化會叫它減半 是 那一旦碳水化會減半 連咖啡都不行了對不對 對 那減半不是說完全不能吃 可是你要減少 那病人會跟我抱怨說 腰會不會安裝 我說不對 你餓的時候你就可以吃一把堅果 沒事 堅果是隨時餓了可以吃嗎 對 因為我們以前會認知到說 我一天可能吃八個開心果 八個腰果這樣子 它的量是少 對 一般認為這樣就夠了 維持健康就夠 可是如果病人會餓 我會讓他再吃堅果 就是補充油脂 對 那他就比較不會增加血糖 可是他的耐餓會耐很久 可以撐過晚上 不會產生半夜的滴血糖 不會產生黎明效應 這一點對於控制阻抗 也很有幫助 所以像有些人會喝一點 像苦茶油這種橄欖油 這樣也是可以的嗎 也可以 不過這吃油就是要忍受 因為它不是很可口 吃堅果還是口感上是 比較好一點點這樣 對 常常很香 那像如果我們有間歇性斷食 會有幫助嗎 也有 我第二階如果人低碳飲食 都不能幫助他 事實上我會叫病人 想法做168 那168有好幾種做法 像最終的做法 我叫他吃兩餐 那他中間可以甚至 攤嘴可以吃點心 比如說跟同學會 那他168有些人像我是做 我是沒有糖尿病 我是做健康的 我是做中午到晚上 那中午到晚上中間有可能 中午吃晚上吃嘛 在中間可能有下午茶 我照吃 我也不在乎 可是我要求我的病人 晚餐之後 吃完水果之後 就不能再吃東西了 不能再吃有熱量的東西 那要持續到幾點 醫生你的規定會從晚餐 可能7點之後 讓他時間會拉到幾點 其實168要求的沒有那麼高 那如果從7點開始做 他隔天差不多10點 11點就已經很好了 我事實大部分都是超過168 因為我大部分12點才吃飯 所以晚餐差不多7點吃完 不過醫生我會想問一下 以前糖尿病有講說少量多餐 所以糖尿病患者到底要怎麼吃 其實會比較好 以前的觀念是 我好像正是錯誤的了 少量多餐就是把素質調得很漂亮 因為你少量嘛 所以你吃下去 飯頭選上就不會高很多嘛 對 這看起來就血糖很漂亮 血糖穩定 可是一直吃就會 一直刺激胰島素分泌 就一直增加足抗 因為我們知道胰島素分泌 很容易刺激足抗增加 那相反現在的 新一代的做法都認為應該要 多量少餐 要吃飽 我兩餐吃到飽 那吃到飽我不會餓 然後我就不分泌 這其他之間我都不要刺激胰島素 比如我跟妳講 我們講一個數字好了 如果到最後妳回歸到科學 主抗在我這種情況之下 我可以降到0.4 Homo IR 正常的1.4才叫糖尿病 超過1.4糖尿病 對 那1.4以下都叫正常 是 我只有0.4 那妳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妳如果碰到一個病人 胰島素主抗8 12的人 就12好了 他每一份糖 他的胰臟要分泌我30倍的胰島素 來克服這份糖 整是過勞的這個員工 對 12除以0.4 妳看會變多少 對 30倍 所以他這種胰臟就用不久了 因為沒有工廠可以加班幾年 30倍的加班的速度在跑 他最後終於一定會垮掉 所以今天聊這麼多關於糖尿病 其實最後發現 其實我們要掌握胰島素 控制好我們的胰島素 我們身體就不會像是 濕火一樣失控了 那最簡單其實可以進行 間鮮性斷食 我們的身體素質也會越來越漂亮 希望大家今天跟著健康玩聯名 也可以一起把健康帶著走 我們下次見